在近期台湾娱乐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 陈明珠宣布终止与黄子角所属经纪公司的合约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陈明珠又为承担任2016年总统就职典礼司宜 且赢得广播金钟奖殊荣的资深主持人 于2021年加入了黄子角创立的经纪公司 她的这一决定不仅是对个人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 也反映了当下娱乐圈对于道德标准的严格要求 事件的起因是黄子角所涉及的一系列道德争议问题 这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也激起了一人界对于儿童与少年保护法律修正的呼吁 在这股社会运动中 陈明珠的行动尤为显眼 她表示虽然黄子角曾是她身受敬重的前辈 并在职业生涯中给予了她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 但近日的事件已经严重触及了她的道德底线 在发表中职经济合约的声明中 陈明珠深情回顾了与黄子角的往日情谊 同时坚决表示 任何违背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行为都是无法接受的 她进一步表达了对于这类行为的强烈谴责 并呼吁社会能够充满更多的善意和爱心 保障每一个人在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中成长和生活 陈明珠的这一决定并非清帅之举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她透露近期一直在处理与合约有关的问题 直至最终做出了与公司终止合作的决定 尽管终止了与黄子角公司的合约 陈明珠强调她仍将继续秉持专业娱乐神的态度 面对未来的工作挑战 此事件的法律后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台北的检署对黄子角所涉及的妨害性自主等罪行进行了调查 尽管在信扰老指控方面 未能找到充足的客观证据 且被害女子与黄子角达成了和解 受回了诉讼 因此针对性侵害部分不起初处分 只是黄子角处处遭搜索时 警方查获七段不哑影片 触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无正当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罪 黄子角因而召犯还起诉两年 六个月内需向公库缴付120万元 三个月内回过书一份 但这一事件仍旧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反思 对于娱乐圈的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明珠中指与黄子角经纪公司的合约 这一行为不仅是她对个人职业道德标准的坚守 也是对于当前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强烈表态 这件事情在多个层面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首先,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陈明珠的决定体现了她对职业道德的重视 在娱乐圈,一个艺人的形象和生育是其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陈明珠选择与涉嫌道德问题的公司断绝关系 显示了她不愿意自己的生育受到任何负面影响的坚定态度 这样的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会面临一些职业发展上的挑战 但从长远来看,却难为她在业界建立起一个正面且专业的形象 其次,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考量 陈明珠的举动反映了公众人物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责任感 在当下社会,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塑造社会风气和倡导正确价值观的角色 通过公开表态和实际行动 陈明珠不仅向社会大众传达了对道的底线的坚守 也鼓励了更多的人对不正知风说不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最后,从行业致敬的视角来看 陈明珠的选择也是对娱乐圈道的自我进化机制的一种呼唤 娱乐行业作为一个高度关注的领域 其内部的道德问题时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陈明珠通过终止韩约的方式 实际上是在促使行业内部进行自我反思和改革 从而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健康正向的行业环境 桌上所述 陈明珠的这一行为不仅展现了他个人对职业道德的坚持 和对社会责任的认知 同时也为娱乐圈乃至整个社会提供了对于道德问题应有的反思和指引 他的行动证明了 在面对道德与法律的挑战时 勇于站出来表态害行动是每一个公众人物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频道